这一片现在这个博船的地方 原来是什么 原来是一个沙滩 比较大的沙滩 什么都手头啊什么的 我们把那个沙子挖出来 然后在这边放下去一些窗 然后开一个那么大的便单 三亚半山半岛翻船港 是亚洲首家白金五金毛游艇码头 高德华见证并参与这里 从荒滩蜕变为游艇码头的全过程 在刚刚结束的销博会上 三亚国际游艇中心 三亚红州国际游艇会 三亚半山半岛翻船港等三亚元素 成为海南馆的亮点 所以很多人原来都不知道三亚 我们办这些活动了以后 就那都知道 这三亚很好的名片啊 对 不是吃三亚的名片而已 我们是中国的名片 翻船港成为三亚名片的过程中 高德华和三亚结缘已经14年 2024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 高德华联合其他几位画家 在三亚举办了一个画展 这个名字写得很好啊 碰撞 我选的 你写的 我自己选的 然后这下面那个名字也是我自己选的 中法就是中文 有艺化展 你为什么起名叫碰撞 碰撞出来什么 因为我觉得碰撞是两种世界或者两种不动的性格或者是两种不动的文化合在一起 这是碰撞 可是这是一个很好的碰撞 您想给三亚带来什么样的艺术的变化 艺术氛围的构造 现在因为了鲜毛钢 咱们现在三亚要做越来越多文化跟艺术方面的事 每一个鲜毛钢 比方你看那个香港 香港也是这么好的 每一个鲜毛钢是非常大的艺术品代 因为三亚是一个免税的地方 所以必须变成一个文化跟艺术的品代 因为我不是大公司 所以我现在目前只能带一些 以免做一些交流 交流 法国跟中国的交流 高德华是法国人 出生于法国东北部的城市南西 因为自小就喜欢船和大海 17岁时他成为一名海军 很少见过海 可是后来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 对我来说太小 我要看全世界 我要看远一点 所以后来就去当海巡 一个很好的方式 然后这是把全世界的 退伍后 23岁的高德华成为一名海员 曾经在太平洋 大西洋 加勒比海等海域航行 先后去过50多个国家 2010年海南计划将游艇产业 发展成为特色支柱产业 准备在三亚建设国际性码头 当时正在台湾一家造船公司 上班的高德华 因为在游艇和港口建设运营方面 有着丰富的经验 成为项目建设负责人的理想人选 我是差不多10年8月份的样子来这边的 然后我签合同的话是11年的4月份 拖了这么久 对 因为那个时候我过来 我已经习惯我那边的生活 然后我这边的生活完全不一样 所以那个时候很难选的 为什么您没有选择离开呢 刚开始来这边看的话 我说这个地方那么落后 要做一个那么好的游艇码头 很不容易的 那个时候我不太不太想留下来 那后来呢 我说为什么留下来 因为对我来说 做这个游艇码头 在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很大的挑战 然后我也很喜欢挑战 所以说留下来 在布满石头的荒滩上 高德华开始了他的拓荒之旅 问题是我们萨牙那个时候 很落后 什么都没有 也没有很社会的工人 也没有材料 所以我们东西都是要 从其他的地方 比方从关州 或者其他的地方 拉过来 到海南再能收拾起来 然后呢 什么样的原材料 需要这样购买 比方我们做 做那个码头的那些床 有些床 这些床的话 都是进购的 都是从北方来的 比方我们有一些设备 我们的龙门脚 吊船的那些功能 这个东西是从美国进购的 那个时候在大陆 做不了的这个东西 打造国际性码头 比建设施工更难的 是人才的储备 没有公司 从这个行业的员工 所以我们 大概我们开了码头了以后 我大概花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 都是做背训的 一直背训 背训 背训 他们在您这儿 您觉得学到的 最有用的东西是什么 最主要就是 他们可以 一 就是按照工作的要求 这是很重要的东西 第二 他们要用自己的想法 去做他们的 自己的工作 做得更好 自己的想法 对对 你不能拿一个员工 然后被养大 然后告诉他 从A到Z 从E到4 要这么做 然后他一定要按照这个方式 他这是要去想 我做这个工作的话 我要这么做得更好一点 这样是才对的 创造力 你这样是被养大的话 他才会觉得 我做这个工作是很重要的 我对这个公司很用心的 就OK了 开转 开转 当年海军部队的经历 让高德华养成了 严格自律 雷厉风行的做事风格 工作上的话 我就也会很凶 可是另外一个是 他们知道 我的指示 跟我的那个能力 所以他们还是要跟着我 然后呢 他们也会知道 我就也很会开玩笑 有的时候是很严肃 他们知道如果我很严肃 就是因为必须要严肃的 其他的时间 我都对他们很好的 因为毕竟是一个外国人 您要来管理本地的人 包括语言和文化的交流 包括文化上的一些差异 没有什么困难的 因为中国人他们也是很好奇的 他们也是很好奇的 他们是说有一个老外 他对这个行业很厉害的 所以我们要偷偷跟他学习的什么的 他们都是很想学习的 马头建设过程中 高德华针对转业海军和当地渔民进行招聘 因为他们熟悉大海 有丰富的出海经验 为了让大家尽快掌握马头相关技术 他编著了第一本中文版的游艇管理手册 以及如何成功建设和运营中国游艇码头 分享自己积累的三十多年的经验和技术 对员工进行深度培训 跟他们交往您觉得像家人吗 对 因为满软生那么久 找过百分之二十的人 已经在这边找过十年 然后其他的差不多百分之五十是找过五六年 所以都是老朋友的 在高德华的带领下 整个建设团队仅用两年时间 就打造出了符合国际赛事标准的码头 2012年2月14日 世界三大帆船赛事之一的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在三亚站成功举办 如今的半山半岛帆船港 拥有着一支近百人的港口管理运营团队 不仅能承接大型国际帆船赛事 还能提供游艇方面的专业服务 这里面的光缆是不是会特别多 因为还有各种电线 因为给它动力吗 会有一些储电的功能吗 对啊 当然有 当然有 每一个附带都有电线都有电箱的 对 就等于 必须提供电 水 网络都需要提供的 那能不能理解为一个小船 其实就有点相当于是一座房子 房子里需要的所有的一切 对 都给它提供 对 没错 而且还有污水的汇收什么的 污水的汇 污水 污油 刚开始我们就有两三艘船 只有两三艘 对 现在呢 大概的时候 现在我们有一百多艘 然后你看还有岸长那边的 岸长那边就是做维修方面的 维修保养的 我们这边这么多有 有一个很大的汇收 有一些藏丁 有咖啡丁 有回忆室 还有玩的地方都有 后面是一个商业节 然后那边的话是我们的酒店 我们还有酒店 这样很方便 大家在这儿出勤 非常方便 因为我们搞活动的时候 这个活动是需要 有很多人过来的 特别是那些很大的放船载 比方那个沃沃放船载那种 他们会有很多要求的 非常大的要求的 面试不久 半山半岛帆船港 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 2018年2月20日 经过严格的检测和核定 半山半岛帆船港 从全球近20万个游艇码头中 脱颖而出 被国际游艇码头协会 授予全球第二家 亚洲首家国际白金五金毛 认证游艇码头证书 近期认证级别最高的游艇码头 需要什么检查 他们要检查或者说来核定什么 什么都检查 他们有不同的部分你要检查的 然后都每个部分里面 有大口有大分的 然后满分的是100分的 然后你要拿到比方 五金毛很想要拿到 85分以上这样式的 然后白金五金毛 要拿到95分以上 100分满分只允许扣五分 对 如果他们扣五分的话 就完了拿不到那个白金五金 所以拿 可是这么大的码头 有多少细节 有很多不是看的设备 还有看的是什么 工作流程 管理方式 服务 其他的安藏设备 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 白金五金毛的认证不是终身制 而是每三年重新评估一次 在高德华和他的团队精心打磨之下 今年半山半岛翻船港 再一次顺利通过了白金五金毛的认证 我们去年做品股的话 能拿到99分 达到99分 对 你看您笑得多开心 对啊 很不容易 只扣一分 差在哪呢 为了这个品股 我准备了差不多六个月的时间 不管是我们的四倍 或者是我们的服务 每年都要做得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必须提高的 在高德华眼里 被评为白金五金毛 仅仅是对过往努力的证明 对于未来 他有着更为远大的雄心 我有一个希望 这是我希望以后 不需要多过这些外国的一些社会 我觉得我们为什么要杀他们的那个要求 我们中国 这些可以做 一模一样的一些要求 也可以做得更好 您这个想法我觉得特别棒 因为我觉得 比方我们现在 按照这些外国的社会 我们还要付很多钱给他们 每年都有一个会员费 然后做并股 并股的并股费也很高的 对我们中国的话都是太贵了 我觉得我们自己 中国有这个平均的话 然后我们自己做一些那个 小育方式 从做一开始做一个中国最好的码头 现在到做成中国最好的世界标准 对 您的要求又升级了 我的要求是比咱们城山那边的要求还高 您的标准是什么标准 这个很难跟你说 因为这个是一个有很多技术方面的在里面 所以这个很难确实的 那如果可以用一个词呢 白金六金毛 咱们有白金我们有双十的 钻十五金毛 2018年海南发布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 向国内外延览四方英才 高德华因为参与了三亚第一个帆船港的建造 受邀担任海南省游轮游艇协会专家 更让他惊喜的是 2019年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 为他颁发了中国政府友谊奖 2020年初 他更是拿到了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 成为三亚第一位获得永久居留身份的外籍人员 有这个旅卡的话就很方便的 然后我现在都不需要去做一些工作证 什么签证那些东西都不需要的 所以很方便的 您就已经是中国人是三亚人 半个中国人 半个中国人 对对对 还有一半是法国人 跟别的中国人也有一项 他们知道我有永久居留身 他们觉得那你是我们人 你是我们中国人 他们对我的不一样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 2020年高德华离开原来的职位 成为半山半岛帆船港的顾问 基本上处于半退休状态 工作没有以前忙碌 他简直起了小时候的另一个爱好 画画 他甚至规划了自己的晚年生活 借助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发展 建立一个中外艺术交流平台 通过发展绘画和摄影艺术 推动中外文化交流 您欧美的朋友跟您沟通吗 满满沟通的 他们真的 这些人 包括我的姐姐 我有一个姐姐 我跟她说话的话 我每次都要给我发脾气的 为什么 她什么都不懂 然后我跟她说了 我说你来中国 你来看 你来看中国 我就把那个飞机票买给你的 她不愿意过来 发照片给他们 发视频给他们 发了 没有用 他们真的很不懂的 他们不知道 现在的中国是怎么样 他们也不知道 中国人的想法 他们现在在一个盟里面 来自法国 周游世界 高德华习惯于 在不同文化之间传说 定居中国期间 他也会定期 去全世界旅行 对中国乃至世界 不同地方的发展 有着自己的观察和感受 您会非常关注 中国跟欧美之间的距离吗 会 会 问题是现在 欧美那边的话 有很多很大的问题 咱们其实都很不多 现在都越来越老 现在那个世界上 有很大的变化 很多现在一些 以前很穷的 这些国家现在都变得越来越厉害 越来越厉害 比方你看非洲 变成了什么样 我以前走火船的时候 我经常去非洲那边 以前的非洲跟现在的非洲 完全不一样 然后其他的国家 比方巴西 都变化很大 可是欧美那边都 很常看不到的 而您在这个快速的发展中 您需要您 您始终把视野打开 您需要看到更多 了解更多 对 为了什么呢 为了 你需要明白 不管你在哪里 你发展的话 你要明白其他的地方 是什么 是什么做的 他们怎么 往前 怎么 往前往后 不管他们往什么方向 你要去明白 他们的那个方式 然后 你需要知道 这个社长里面的 我们的位置 是什么位置 这个很重要 然后要找到一个 那个病痕 很好的方式 这是跟全世界 找到一个病痕 就是了 虽然已经基本上 处于退休状态 但高德华大部分时间 仍然居住在三亚 他说 自己已经是三亚人 十四年前 三亚选择了他 如今 是他自己 选择了三亚 而海南自贸港建设的 持续推进 让他对三亚的未来 充满期待 会给这儿带来什么变化 我们家是越来越现代的 一个城市 以前是一个愚准 现在越来越现代 这个自贸港都会 现在有很多公司 都会来这边做生意的 因为这个自贸港 有很多好处的 特别是那个水方面的 不管是个人的水 或者是公司的水 不会超过15% 所以很多 不管是中国的公司 或者是外国的公司 很多都会上来这边做生意 我觉得会越来越多 而且您已经用我们三亚 不停地在出我们三亚 对 我已经习惯了 我已经变成三亚人了 您一直在把脉着三亚的发展 三亚的未来 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您好像一直在捕捉 你看得对 可是这个很不简单 因为那些变化太快 我可以跟你说 十年前的三亚是怎么样 我可以跟你说 现在的三亚是怎么样 我没有办法跟你说 十年以后的三亚是怎么样 也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想象 是吗 中国的发展太快了 太快了 我觉得这也是您对三亚 最好的祝福 最美丽的情感 谢谢